第八百零三集 这有至强皇者从虚空之中一刀劈来斩杀向方寒,要撕裂鬼舞圣徒。甚至,方寒感觉到那刀光之中有王品仙气的气息。 方寒,小心,这是图皇,天地同寿的强者。 秦皇难攻伤心一看着刀光,大吃一惊,双手迸发出剑气,汇聚成了一道道的图画,剑画,要抵挡住那长河汹涌的刀光。 哼,秦皇,你敢阻我,我是天庭之规矩,敢在天庭杀人者,杀无赦。 刀光之中传递出来冷冰冰的声音,那刀光随意一转,噼里啪啦就把秦皇难攻伤心的剑光破掉,随后刀光凝炼,扑向方寒,站在鬼舞圣徒之中。 鬼舞圣徒立刻爆发出了鬼哭神嚎的声音,诸神祝福之光环,此起彼伏地闪烁,是鬼舞圣徒自己修复的光芒。 这一瞬间,方寒感觉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,鬼舞圣徒的元气,起码被斩灭了三分之一,那刀光有多凶猛。 鬼舞圣徒给我收,方寒大吼一声,把手一招,那鬼舞圣徒立刻就缩小,化为了一张图画,收取回来。 想退,在我图皇之下,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。 刀光之中冰冷的神念再次传递出来。 刀光如影随形,奔腾过来,劈杀向方寒,不把一个人撕裂,绝不后退。 哼,想杀我? 哪里有这么容易? 你以为你是天君? 方寒的脸上,至始至终的冷静,没有一丝的恐惧,害怕。 在刀光席卷的瞬间,他整个人变化成为了一条龙。 人宝合一。 八部浮屠和自身晶体神果结合在一起,他化为了一条洪荒祖龙。 这祖龙长达千丈,胡须飘飘,龙脚分叉,着有十根。 每一根都代表着十种极端的力量,是龙族独有的神威。 身上的鳞片一道道太古浮温气息,积涉出去,和冥冥之中一种伟大的存在结合在一起。 人宝合一之后的方寒,长银呼啸,群龙扶手,苍穹居然都化为了一片片的龙林。 而且,横河杀树的龙族符文,以他自身为中心,扩散出去。 在场所有的人,一沾染到这龙族符文,顿时力量苟增,身上的法力、神通都被龙族符文改造。 甚至,甚至是欧阳世家,公阳世家,还有天庭的一些守护者圣人都不例外,他们全部都被龙化了。 欧阳世家的皇者,图皇欧阳图,首先头上长出了龙脚,但是他却控制不住周身元气,潜意识里面居然对方寒产生出了一种臣服的感觉,不由自主地发出龙族的咆哮,对着席卷过来的刀光。 拍出一张,轰隆,所有的高手,除了秦皇难攻伤心之外,都被彻底龙化,对方寒产生臣服,嗷嗷容阴,一起出手。 整个天庭这一角落,演化成为了龙之国度。 这就是巴布浮屠的厉害之处。 巴布浮屠到达了王品仙气之后,彻底地把种种神谣都激发了出来,方寒就继承了当年洪荒祖龙的一部分能力。 传闻之中,洪荒祖龙在虚空中游异,泼洒龙族文明,身上的气息每到一处,哪里的虚空,就会转化为龙之国度。 所有的人,氏,气,空,都会转化为真龙,对祖龙产生臣服。 现在方寒施展出这一招,人宝合一,虽然不可能到达洪荒祖龙那种永久转化的地步,但却可以暂时使得身边的人一下融化,对自己产生臣服。 就算是敌人也不例外,除非是修为境界,远远高过自己,天地同寿的高兽,还有无上宝贝,守护自己的人。 在场者刹那之间,只有南宫伤心一个人没有融化,杀,方寒融化周身所有的人,元气凝聚,等于是所有的人都向那条刀光同时出手,浩瀚元气如滚滚天威,撞击向刀光。 那刀光居然发出了愤怒的呻吟,似乎活了一半,最后一声惨叫,支离破碎。 元气消散,在远处出现了一个手持巨大屠刀,身材高大,脸上刀削斧杂般的男子来。 这男子皮肤裸露,穿着一件战裙,身上的肌肉随手一抖,就引起真正的空间爆炸,似乎是天生,就是为了毁灭而存在。 图皇,手持图露之刀,亡品仙气,天地同寿境界的皇者,在天庭之中享有极高权威,不知道斩杀了多少亿端的高手,出现了。 刚才那一刀就是他斩杀出来的,破掉了男公伤心的剑气,还直接撕裂鬼舞圣徒,使得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元气,最后才被方寒施展出龙力一举击破。 可见,此尊皇者的实力,简直是惊天动地。 图皇一出现,整个现场都静静了下来,一些龙化的人也纷纷恢复了正常。 当然,方寒并没有发动最强力量,否则的话,这里的圣人都要彻底变化成真龙,成为八不浮屠元气的一部分。 他刚刚只是动用龙化的力量,让所有的人对图皇发动攻击而已。 图皇乃是天晴的执法者,可谓是最强执法者之一,威严非同小可,实力也极其强横。 方寒刚才试验了一下,此人的法力不在羽皇之下。 当然,现在的羽皇利用图腾之冠斩杀蛮蛮族,淬炼身体,又不知道强横成了什么样子。 此人手持王体掀器,屠戮之刀,此时又是皇者巅峰,天地同寿的无上强横人物。 我如果不记住天晴佛皇的尸体,根本奈何不了他。 而且,就算记住佛皇尸体,也就可能和他在伯仲之间。 除非我自身实力,晋升到达皇者之先的境界,才能够稳稳当当地胜过他。 方寒心中推算着。 他现在,实力虽然强横,境界也高,到达了圣人巅峰的修为。 但是,在天庭之中,要和诸多领袖高层相比,境界就还低了一些。 必须要修炼到达至先皇者的境界,才能够战胜天地同寿的强者。 现在,最多只能够抗衡。 尤其是,图皇这种高手,修为久远,比南宫伤心要厉害。 年身日久,在天庭中镇熟,不知道磨练了有多少的手段。 看看刚才那一刀就知道了,此人绝对不可消失。 当然,方寒也绝对不胆怯,自从他把八部浮屠练成王品仙气之后,就已经不怕天君之下任何人。 当然,这是单对单。 遇到任何天地同寿的强者,他都有保命的机会,完全可以逃走。 可以说,他现在十分安全。 图皇,这可是他们挑衅我的,难道就只允许我们羽化门只挨打,不还手? 方寒面对图皇冷冷一笑。 小辈,我可是只看见你动手施展鬼舞圣徒磨灭别人。 你犯了天庭的规矩,我要剥夺你这次的参赛权,还要把你带到天庭神域去接受审查。 啊,跟我来吧,乖乖的,老实点。 图皇从虚空中走了出来,最终落到方寒的前面。 看着南宫伤心和方寒,脸上的表情很是正规,公事公办。 众人立刻就议论起来,天庭神域可不是一个好地方,一般的人被抓进去了,基本上都无法出来,遭受千万痛苦折磨而死。 现在图皇居然要把方寒抓入其中审查,摆明了是要谋害方寒的性命。 图皇,你敢如此行事? 这不过是一场门派之间小小的争斗,完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 你这样是想激发矛盾吗? 南宫伤心严厉地问。 激化矛盾? 手持屠刀的屠黄,面色抽动了一下。 我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。 风元,怎么,跟不跟我去天庭神域? 否则的话,你们羽化门都会失去这次天庭天才战的资格,就看你顾权不顾权大局了。 顾权大局? 哈哈哈哈。 方寒哈哈一笑。 你笑什么? 图皇的声音越来越冷淡。 图皇,我想问你,大局是什么东西? 笔得上本座一根手指头珍贵? 本座是未来羽化门的长教至尊,地位尊崇,你居然想谋害我? 我也知道你是受了谁的指示,有些事情你不要过于的掺和,否则天君的怒火你也承受不起。 方寒心中急速地推算,也知道了,这图皇肯定是得到了宁皇的什么授意,想来为难自己。 那宁皇被自己和宁皇积的大败亏叔,最后被升皇救走,这口气肯定咽不下,自己来到天庭肯定要百般一谋算计。 以宁皇的身份,算计自己,那是一无反掌,随随便便地找个掌权人,扣个大帽子,就可以使得自己不敢反他,乖乖地扶手听命。 但是,方寒岂会是扶手听命之人。 他知道了背后混乱天君正在图谋,传说之杖都出现击溃了华天君的神念。 自己也有后台,而且后台不比宁皇小,岂会怕这些阴谋诡计。 所以,他直接点出来了,让图皇有些事情不要掺和,否则天君的愤怒,他承受不起。 他背后的天君自然是拨保天君的虎皮。 放肆! 图皇听了方寒的话之后,眼神一闪,勃然大怒。 小辈,你太狂妄了吧! 今天我告诉你,你走也得走,不走也得走,必须要随我去天听神谕,接受盘问。 图皇,小辈不小辈,不是你叫的。 方寒手掌一番,多出了一根拳杖,这拳杖正是传说之杖。 宝光晶莹闪耀,传说的诗文在上面流淌,虽然是绝品仙气,但却无限接近于半王品。 而且,最为恐怖的是,在这根宝杖之中,似乎有一个庞大的一堵空间,源源不绝地沟通着某个世界。 传说之杖? 图皇眼神一震,不过是一件绝品仙气而已。 嗯? 不对。 那掌身之中沟通了宝界,而且,似乎并没有宝界那种独特的牵引之力。 难道此次,真的是多宝天君的传人,背后有多宝天君的道统存在? 图皇,咱们修道之人,以示压人并不算什么本事。 你做天庭执法者,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 这样,咱们今天就来交手,我的修为只不过是圣人,和你天气同寿的境界,不知道相差多少。 不过我今天向你挑战,若是我输了,就随你去神域,接受你的盘问。 当然,若是你输了,就给我跪下,磕头认错。 突然一下,方寒杀气腾腾,显现出了凶狠的獠牙。 这一番话,把在场所有的人都震得呆住了。 图皇是什么人? 拥有王庭仙气,天地同寿的至尊强者,半步天君,在天庭之中拥有极高权威。 虽然比不上天庭皇者中的一些老古董,比如虚皇,弃皇,命皇,那些从来不出世的皇者,但是却比一些大能派,大势力的长教之尊,地位都平起平坐。 相当于无上大教之教主。 现在,方寒不过是羽化门一个小小的圣子,这次来参加天庭天才战的一个天才而已,居然敢当面向图皇挑战。 而且,还让对方输了的话,贵先认错。 这是何等的嚣张,嚣张的简直是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的。 不过,在场的许多人,其中有一些皇者,对于方寒刚才施展出八步浮屠恐怖一击,也非常的忌惮,又看着他手中的传说之杖,有些人心中就议论纷纷起来。 这个丰元,好生狂妄,几乎是无边无际了。 就算他是旷世天才,也不敢对一尊皇者这样说话,到底依仗的是什么? 你没听他说吗?让图皇不要参与到天军之间的争斗工具,这是什么意思? 我听说,图皇是得到了宁皇的知识,而宁皇对于羽化门一直有着贪心,你看着传说之杖,莫非凤元的背后是多宝天军。 传说之中,多宝天军早就消失了,不可能是凤元的后台。 哎,谁知道呢,此次深不可测,按照道理,境界相差太大,根本难以弥补,不过,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先例。 看看吧,看看他和图皇一战如何,话说到这份上了,图皇不得不答应了。 在场围观的各党门派强者越来越多,都看着方寒和图皇的针锋相对,倒是南宫伤心慢慢地后退了几步,背负双手,面带笑语地看着眼前的场景。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接触,南宫伤心也知道,方寒此人手段狠了,百无禁忌,而且万事都能够划险为夷,手段强横,后台也超级硬。 和我一战,让我跪下。 图皇听到了方寒的话,简直是气得蹊跷生烟,不过,他随后心念一动,彻底地冷静下来。 看着方寒手上的传说之杖,又看看方寒有恃无孔的脸,突然开口。 小辈,你很狂妄,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这样狂妄的人,不过,现在的你,根本没有资格和我一战。 和你一战,就算斩杀了你,也是我的耻辱,但是我绝对不会饶过你。 这样,我给你一个机会,你接我三刀,若是三刀之内不死,我可以饶你一命。 在你将来晋升皇者的时候,再来杀命。 如果你接不下我的三刀,今天你和你羽化门的所有圣子都要死。 此人如此冷静,绝对不是善为,居然在瞬息之间,就平静的心神,是一个大敌啊。 看见屠皇突然之间冷静,说出了三刀之约,方寒立刻就知道,此人的心机深沉,而且进退自如,绝对不是一位屠戮的人。 这三刀之约,说得极其巧妙,真正的到达了一种收放自如的人生境界。 屠皇已经看出来了,方寒肯定有后台,才会如此的放肆,肯定不会和方寒死的。 而且,万一收拾不下来,自己的尊严大大损伤,定下三刀之约,就算是三刀斩杀不了方寒,也可以全身而退。 由此可见,此人的刀术和人生境界一样,已经进退有度,永远不会使得自己处于危险境地。 方寒本来想使用手段,是屠皇吃一个大亏,但现在看来,恐怕不能如愿了。 小辈,看好了,这是第一刀,日月悲鸣。 听着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803集,是由陈颂无声无影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说。